丁丁和小乌拉在磨爪子呢 原来大熊猫也像小猫咪一样 平时也会磨爪子呀 躺在地上的丁丁像个大宝宝 旁边的小乌拉是个小宝宝 小乌拉抱的这个木桩旁边 已经掉了一大块皮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它们抠下来的 丁丁不愧是2023届的熊猫妈妈当中 最温柔最有耐心的 做什么动作都是温温柔柔的 小乌拉自己捐在高架上面睡觉觉 像个毛绒玩具一样呢 辉宝和瑞宝的视频网上有很多 小乌拉的视频呢就会相对少一些 莫斯科动物园拍的视频会少一点 这些视频的素材 来源于我关注的一个叫莫斯科动物园的账号 不知道是不是它们动物园的官方账号 发的视频也不多 丁丁抱着小乌拉的这个画面真的太文心了 丁丁是最温柔最耐心的妈妈 小乌拉也是最省心的宝宝了 虽然有时候也会调皮去打扰妈妈干饭 丁丁给了她一个眼神 小乌拉好像懂了 自己就去一边玩不打扰妈妈了 此时要是小乌的话 那肯定是不讨一顿打不会走的 看盲仔和小乌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小乌去惹妈妈的 主打就是不让妈妈好好吃饭 不让妈妈好好睡觉 就连妈妈拉青团的时候 她也要去干扰一下 所以小乌的每顿打 确实都不是白挨的 她都是自找的 再对比一下小乌拉 她在妈妈干饭的时候 就主打一个陪伴 就在妈妈的身边自己玩耍 有时候也会去玩妈妈的土字 但是基本上不会影响妈妈干饭的进度 小乌拉青团